高雄市爱河 起源于仁武区八卦寮附近渔池 早期的爱河风光明媚 并拥有渔产风饶及水运便利之特性 因为高雄市的经济发展 带来都市人口激增 加上下水道系统尚未普及 加户污水、农业回归水及零星工厂废水 人经由北污和九番皮 排水流入爱河 使在爱河上游为水质污染较严重的河段 为改善爱河水质 市府团队除了持续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 用户接管工程外 在污水下水道建设未到达前 为求可立即提升爱河水质 办理爱河上游北污及九番皮排水 水质净化现地处理工程 截流北污及九番皮排水 以接触铺气工法 现地净化处理后放流 同时达到水质改善及生态七地营造之目标 北污及九番皮两处水进场 都是在河道中设置节流单元 经净抽站一次动力扬升至处理单元 在经生物处理及过滤后 净水回补至原河道中 两处水进场的设计都是采地下化设计 不恶臭、无噪音、不影响景观 并达到污水节流、放流水补助、水源净化 湿地营造及污水处理等 营造自然丰富清水空间与生态七地 恢复水岸生命力及永续水环境 北污水进场的设计处理量为12000cmd 九番皮水进场设计处理量则为3000cmd 北污水进场位置选择位于人武区金文街 与金富路交界处的公有停车场 设计为地下草体 降低了水进场施作及运转期间 对周边民众之冲击 水进场运转时 仍保有原有停车场功能 由节流站迸送之污水进入生物处理氧化槽 是本进化场主要核心处理区域 以草体中之接触绿材作为生物载体 提供大表面积使附着性微生物深层生物膜 于耗氧环境下 分解及氧化污水中有机污染物质 达到污染削减及净化水质目的 草体后灯搭配历时过滤区作为乌鱼沉降区 又以去除水中的悬浮固体物 学进场使用的铺气设备 考量骨风机24小时连区运转至噪音防治 机房采RC构造并设置隔音门 通风消音百叶窗 地面吸音材等设施 以达整体隔音效果 骨风机选择上 则选用离心式骨风机 将运转时产生至噪音及振动降至最低 九番匹排水 因大型物物量较少 于尽流端取水口 设置手动粗木蓝屋榨 避免河道大型污物进入影响后端功能 除了蓝屋外 前处理单元尚包含沉沙池 浸流抽水井等单元 功能主要将取水口引进至污水 透过蓝屋、沉沙后 供送至立间进化单元内 节流阵内同样设有PH、DO 悬浮固体、导电度等水质及时侦测剂 借由水质来控制取水 延长水浸场的使用寿命 北屋及九番匹排水 经由河道节流在经水浸场处理后 预期可消减75%污水中之BOD、SS及安淡 经处理后的水体回驻至原河道中 营造自然丰富清水空间与生态气地 恢复水岸生命力及永续水环境 令使爱河水质及清水活动 能更真安全及舒适 市民可感受到更宜人舒适的爱河清水空间 悠闲享受划船等水上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